我们一起温习了 今次就是这个一年级的题目 我们一起看看 用中国数字写出了图 算处所表示的数 用中国数字 我们不如先温习一下中国数字 中国数字我们试一试写 我们由0,1,2,3,4,5,6,7,8,9 我们由0开始写出中国数字 0 这样 然后1 2 3 4 5 5 6 7 8 9 一定要懂得写 中国数字怎么写呢 一定要懂得写 0,1,2,3,4,5,6,7,8,9 然后还有什么字我们要懂的 如果有十位 即是说是两位数的话 是几十几 那我们要懂得十字 如果去到日常学三位数的时候 那就几百几十几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先温习了 现在看看这一题 首先 左手面这里 这个算柱是有多少颗 这里有八颗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八 隔离这个个位是有两颗 所以这个呢 数目字我们会叫它做 八十二 这个就是八十二 因为八在十位 然后二在个位 我们会叫这个数字做八十二 然后 然后 左图算柱 所表示的数捋 十位数字是 十位数字 刚才我们数过 这里有八颗 所以这个十位数字 就是八 但是这个八 它在十位的话 其实它是代表着的数值是什么 因为它在十位 所以它代表着的数值是多少十 而这里我们是八 所以我们就会说有八个十 八十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两位数 两位数的算柱 和中国数字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还有如果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位 它代表着的数值是多少 记住小心 因为它在十位 所以我们知道它代表着的 是八个十 所以是八十 好继续下一题 我们再温习其他课题 今次它问我们 最大的两位 偶数是什么 那我们又看一看题题目 其实我们要合乎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是要最大 第二个条件 要是两位 第三个条件 要是偶数 首先我们想了 是偶数的 那就是代表那个数字有什么特别 代表那个数字 个位呢 必定是 0 2 4 6 8 这里这堆双数之中 其中一个 但是我想这个数字 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而且它要是一个两位数 那我们就想了 它要是一个两位数 那我们最大 是不是可以九十几 九十几 那我们写个十位是九先 那我个位是什么 好 最大的 当然是八 所以 就是九十八 是不是 九十八 最大的 两位 牛数 牛数就是双数 然后下面一题 它说要 最小的 两位 基数 基数就是 单数 那我们又想了 首先我们要想 它是单数的话 即是它的个位 必须要是 一 三 五 七 九之中 其中一个 但是 今次它是想 我们要最小 最小 那就是说 我们的十位 只可以是十几 即是一十几 一十几 一十几 那我们首先 写了个一 是个十位先 那这里之中 最小的数字 一 放在个位 那就是 十一 就是这么简单 经常都会见到 这一种问题 所以记住 我们要看清楚 究竟它有 多少个条件 要我们符合 这些问题 最大 是一个条件 两位是另外一个条件 偶数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 我们高年级的时候 可能这里两位 它就说要三位 然后 如果它说最大 就可能变最小 它可以这样改变 对不对 所以 这一种题目 我们要知道 技巧是怎么做 首先 想了是偶数 还是基数 我们要想了个位 有什么不同 然后再看看 它是有多少个位 还有 是要最大 还是最小 继续 我们再温习其他 今次 这里要依规律 填一填 跟回这里 有个规律 我们要填 一些数字 下去 这些题目 有些同学 一见到的时候 他就说 把隔离那两个 双减先 例如下面这一题 90减了80 不就是 刚刚是相差了10 即是说 90减了10 就等于80 所以他就知道 这里会是一个 减10的规律 减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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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看 规律 对不对 如果80减了10 会等于多少 等于70 如果60减了10 等于多少 等于50 那什么数字 减了10 会等于90 就是100 是不是 我们这样想 但是 再看一看 上面那题怎么做 他全部都是隔着一个隔着一个 我不知道 他跟隔着这个相差多少 我不知道 好 教你们一个方法 我们首先 跨过去 看一下他们相差多少 咦 这里呢 他是加多了4 对不对 这里跨过去 又是加多了4 那我们这样想 把这个加4 分一半 为什么要分一半呢 我们试一下 这样 4的一半是什么 是2 是2 那就是说 如果他这样跨过去 就是相差4 的话 就是在正隔离呢 其实是相差2 哦 原来这样呢 我们就简单很多了 我们试一下 如果每个是相差2 会变成什么 40加2 等于42 42加2 等于44 44加2 等于46 46加2 等于48 48加2 等于50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咦 但是我们做完之后 不如我们又温习一下 这些是什么 规律来的 是每几多个一数 每几多个一数 原来 上面这个规律呢 就是每两个一数 每两个一数 每两个一数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说 它是双数的规律 40 42 44 46 48 50 这些都是双数来的 因为它们的个位都是双数 下面这一行 它是由100 倒数回去的 倒数回去 但是它是减10的规律 减10的规律 对不对 又或者如果我由这一边这样数起的话 其实它就好像每10个一数 50 60 70 80 90 100 就好像每10个一数 那样 原来又这么简单的 好 这个每两个一数 每5个一数 和每10个一数 一定一定记住要记熟去 知不知道 因为呢 整天都会出这些规律出来的 好 继续 我们再看下一题 这次呢 这次呢 就到文字题了 我们试读一读题目 1 2 3 5 6 5 一搭即是12个 一搭就是12个 有时候题目会问我们半搭是多少 那我们温习了 半搭其实就是一搭的一半 如果一搭是12个 那半搭就是6个 我们可以这样去温习的 好,我们继续了 一搭就是12个 如果妈妈不小心打破了 打破了就是打破了 哎呀,有3个打破了 那剩下多少个? 你留意一下,如果我们打破了鸡蛋 那就是说,令到我们鸡蛋的数目减少了 减少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减数来算了 12-3就是等于9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那我们记住,看题目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搭或者半搭这些字的话 记住,一搭就是12个或者12件 半搭就是6个或者6件 记住 好,我们再继续看其他题目 这次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试试读一读出来 下面是玩具店售卖的机械人 哇,这里好多个都是机械人 从左面数起 记住,他有说由哪一面去数起的 从左面数起 首先我们温集一下 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这边是左,这边是右 对不对? 好,他说由左面数起 低几个机械人跟其他的不相同 我们看一下这堆机械人 是不是有一只呢? 是特别跟其他的不相同? 没错了,就是他了 我们试试从左面数起 他是第几只来的 1,2,3,4,5,6,7 哦,原来他就是第七只 这个是由左面数起 我们就数到他是第七只 但是,然后呢,还有下一题 把全部机械人分为数量相等的两份 留意这一句 数量相等的两份 每份有多少个 其实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同学不明白这里说什么 他说想把这里所有的机械人 我们把它分成两份 你们可以当成这班机械人 他们分开两组在玩 他们有十个机械人 十个机械人他们想分两组 但是呢,每组的人数都要相同 因为他说要数量相等的两份 就是说,两组的人数要相同的 那我们就想啦 咦?总共是有十只 那究竟我们要分成两份的时候 那每份有多少只? 其实就是要计十的一半 十的一半 例如我在中间这里画一条线 咦? 咦? 这样我们数一下 左边那一份 和右边那一份 是不是数量相同呢? 一二三四五 这里有五个机械人 右边一二三四 都是五个机械人 所以这就叫做 两边呢? 是数量相等 数量相等 所以就是说 每份是有五个啦 没错 非常好 好 原来呢 我们想清楚这个题目 看清楚呢 他说要由左至右 还是由右至左呢? 那我们就会懂得做这些题目了 非常好 那我们再继续温摘 今次都是文字题 我们看一看这句文字题 讲什么 他说 下面是各款零食的存货量 咦?什么叫存货量呢? 例如 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去小食店的时候 有时我们就会买这些零食的嘛 是不是? 但是 他那间店铺呢 应该要有很多这些零食 每一款应该要有很多包的 为什么? 因为 我如果买完一包之后 如果他已经没完的话 另外那些客人就没得再买咯 其他人再进去就没得再买咯 所以呢 他们多数会有一些存货 例如 好像这一间店铺这样 这一种零食 他就有五十六包 另外这一种零食呢 就有四十六包 另外这一种零食呢 就有五十九包咯 我们这条问题就是说 把零食的存货量 由多至少排列起来 好 由多至少 即是我们要最多的排最前 最少的排最后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数字 哪个数字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代表最多咯 是不是? 哪个数字最大? 不是啊? 我们怎样去比较大小的? 数字大小 我们呢 要比较一下 他们有多少个位值先啦 咦? 五十六这个数字 是有两个位啦 有个位同十位 对不对? 然后四十六 也是喔 有个位同十位 有两个位 然后五十九 也是有两个位 个位同十位 咦? 大家都有两位数了 如果大家都有两位数 我们再比较他们的最左手面 那个位是什么数字 我现在先游一游颜色 这个是五 这个是四 这个是五 咦? 我见到有一个特别不同的 这个四十六 人家这两个都是五十几 那就是说五十几一定多过四十几 那就是四十六这一个 一定一定一定是最少的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由多至少的排列 所以这个四十六 我们要排在这里 然后我们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五十六和五十九 哪个多些? 十位他们相同 那现在比较个位了 个位 这个是九 这个是六 所以 当然九大一点啦 所以最大那个就是五十九 好 中间那个就是五十六 即是说五十九这个数字 是大于五十六 也都大于四十六了 好 我们现在又大至少排列了出来 非常好 但是下一题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说 最多和最少的零食 存货量相差多少包 好 看一看这两个字 什么叫相差? 相差 即是他们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如果数量相差 即是说 将多那个数量减少那个数量 这个就是数量相差 如果我们要计年龄相差 例如如果我是六岁 我的妹妹是两岁 那我的年龄比她大多少? 我的年龄大一点 她的年龄小一点 就会用我的年龄减她的年龄 即是大的岁数减小的岁数 对吧? 是的 我们永远记住 算相差是要用大的数字 减小的数字 我们看看这里 最多的那个是哪个数字? 最多 刚才我们上一题其实也有说 我们排了最多是59 那最小的是什么数字? 最小的 最小的数量就是46 所以我们把它相减 减多那个减少那个 所以就会变成 13 对不对? 即是她们是相差13包 因为最多的数量是59 最小的数量是46 所以我们用最多减最少 然后就等于13 非常好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记住 我们做文字题的时候 是不是要写回答句 即是说 我们会写 全科量相差13包 记住 考试的时候 记住记住 我们直式 橫式 和答句 都会计分 是不是? 我们记住 什么叫直式 直式就是 例如这里 59 9 减 46 所以答案 9-6 等于3 5-4等于1 所以就是13 然后下面我们会写回答句 什么是答句? 例如这里 我们会照抄下来 存货量相差 我写一次给你们看 你们之后记住自己都要写 我今次写一次给你们看 存货量 是相差 刚才我们计算了多少包呢? 计算了13包 还有一个地方要留心 这里我们都要写单位 13包 记住 在考试的时候 记住要留意多些 这些 橫式 直式 和答句 和你们平时做功课 一样 都要写回这些 答句 直式 橫式 好 继续我们再看下一题 语情爱看书 他有中文书42本 和英文书36本 语情共有书多少本 我们留意一下 他有共有这两个字 共有即是总共的意思 总共的意思 他问我们 他有书多少本 书 其实哪些是书? 中文书又是书 英文书又是书 即是两种都要计算 因为他只是问我们 有多少本书 他没有特别说是中文书 还是英文书 所以 这两款 都是书来的 所以我们要加起去 所以答案就会是 第四十二加三十六 所以等于多少? 七十八了 所以他总共是有书七十八本 七十八本 留意下一题 下一题 又问什么呢? 河妇送给语情 八本英文书 他现有 英文书多少本 做这题的时候 很多同学 就会直接把上面这个答案 再加八和 不是计算完所有书 他只是要我们计算英文书 那我们圈下 英文书 本身是有多少本? 三十六本 然后是不是有多了的数量? 为什么会多了? 因为 舅父送给语情八本 是不是? 他送多八本给他 所以 今次我们的计法就是 本身的三十六本 再加多八本 那等于多少呢? 三十六加八 好 我们试试一起做一次 三十六加八 咦?六加八等于多少? 等于十四啊 对不对? 这里是等于十四 记住 我们要计算个位先 为什么? 因为好像这个情况 他如果是多过十的话 这里有个小小一 我们就会进位 一加多三 就会等于四 所以 十位 你看看 本身这里只有三 但是因为 旁边有一个进位 因为他多过十 所以有个进位 三加一就变了四 所以今次的答案是 四十四本 是不是? 四十四本 咦? 记住啊! 我们都是要写回答句 怎样写答句呀? 我们又可以 看一看上面这个问题 我们就说了 他 一加一排 一加一整八 一上两个字 读achusetts 一加四十四本 一加四十四本 是不是? 我们就完整地写了 这个直式 横式 下面答句 其实我们平时做功课 上面还会加多一句 提解的嘛 记住在你考试的时候 就要跟你做功课 有什么部分 要写齐了 记住了 主要就跟你重温 一些平时我们 学过的一些课题 如果格式上面 自己再看多些 看清楚自己的功课是怎样做的 这样老师就会给你平时 做功课的格式分数 因为考试的时候 这些文字题 我们要适合所有的格式 自己记住 看清楚功课有什么 提解呀 答句呀 横式呀 直式呀 全部看回 知不知道 因为呢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点不同的 自己看清楚 自己的功课上面 有什么格式 今天呢 我就和你们 温习了我们今年一年级 很多的课题 记住自己在家里 都要拿回这些课题 再温习呀 好不好 那我们呢 今天这个短片呢 讲到这里先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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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